主要我们能够做你话语能力的出口 特别今天 玉蕾要做你的出口 你来教官它 来向我们说话 我们仰望到高峰 耶稣记得的名 Amen 我们上礼拜从多元的角度 以《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故事 我们特别强调是用一个事件 一个event来架构 还记得我们的重点 这个事件是什么 在家里面 要离家 要归家 以这个事件做一个架构 那么 第二方面 上礼拜结束之前我提到 常常我们读经 可以注意地方 一个地方来架构 比如说 彼得他生命的经历 他在赶南山 四万余月节的沿袭 他们就往赶南山去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三节 彼得怎么说 在赶南山 我却永不跌倒 在赶南山的彼得 是何等的 自私自负 何等的 好上刚强 但是 他在院子里面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四节 他却怎么说 我不认识那个人 他一次两次三次的不认识 看到他的软弱 他的 败坏 要到了第三个地方 在哪里 提比利亚海边 他 耶稣三次的问他 你爱我吗 在二十一节 第五 十五节 二十一章十五节 他怎么说 主啊 你知道 我爱你 你是无所不知的 在提比利亚海边 看到彼得的一个图 是什么 耶稣一次两次的问他 你是否能够不变 神圣的爱我 彼得一次两次三次 他的回答是什么 友谊的爱 但是他这个友谊的爱 其实就是不变的爱 但是他不敢说 所以他说 主啊你知道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败廖爱你 所以在提比利亚海边 这个彼得 他的灵命怎么 又改变了 他终于谦卑下来了 不再敢夸口了 不敢再致富了 再致死了 所以主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看到彼得的悔改 更改变 所以也是用 不同的地方的观察 所以我上礼拜也提到 约瑟在家中 他是什么 教子 对不对 被 复兴所宠爱 但是在监牢里面 他遇到各样的难处 特别在 波提反的家中 在监牢 被冤枉 被受众 各样的痛苦 但是他 第三个地方在哪里了 在埃及的皇宫 成为宰相 所以看到他生命 在不同的地方 生命上的一些的 经历跟转变 波西 同样很明显了 生命 三个不同的地方 现在哪里啊 皇宫 对不对 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说法形式都有能力 甚至以为他就是 以色列的救主 然后到了哪里 旷野 到旷野 什么都不死 甚至神的呼召 领导他 他说 我不能 我不能 然后在和列山 他跟神 遇见神在和列山 被神来呼召 那么 同样的 我们再看 就在雅各 他生命的两个 很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是离开家 在什么 伯德利 看到吗 他在伯德利 遇见神 伯德利 他可以说 他的生命的光景 就是抓 抓长子权 抓这个父亲的祝福 到最后 在旷野 在伯德利 然后二十年之后 在雅各 渡口 他 还是抓 但是抓谁 他抓住神 你若不祝福我 我不让你离开 所以神也在改名字 从雅各 雅各的缘分 是抓什么 抓世界 到 以色列 L L是神 是抓神 所以他抓神 神就说 你就叫以色列 你从此要抓神 生命的转变 所以我们可以好好读经 注意不同的地方 包括注意会幕 外院的事奉 圣所的事奉 到自圣所的经历 都是以地方来架构 那今天我们最重要呢 很快的能够从 我们讲义的 这个正反合 这个角度 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最大一个困难跟软弱 就是常常 极端 或者偏差一面的教导 所以希望我们在 讲道跟造就信徒的时候 注意正反 两方面的平衡 比如说 雅各苏第二章 讲到我们 称义 是因着行为 看到吗 不是单因着信 所以雅各苏的教导 也可以说很多 教会的教导跟重点 是注重行为 行为派 但是罗马苏的教导 很清楚 因信称义 其实从教义上 两方面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 因为雅各苏所讲的 称义是 称义的证明 加上证明两个字 称义的证明是什么 行为 怎么知道你真的是 称义呢 真的得救呢 有没有行为果子 做证明 所以我们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教导 信的重要性 是用信主之法 不是用这个功德之法 强调信心的重要 同时我们要教导 行为的重要 那个是你称义的证明 行为跟信心 两方面平衡的教导 所以假如 我们以这个 行为 好像是一个负面的 信心才是最重要的 negative跟positive 正反 所以我们 在中国学辩证法 这个 phesis跟antithesis 正反 两方面要同时并衡的 那同样 讲到 入世跟出世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约翰飞是七章 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 又讲到我们是什么 这是世界的光跟炎 所以一定要有 平衡的一个教导 那一方面 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 不要贪爱这个世界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 也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 能够在各方面 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所以一定要平衡 然后包括 马太福音第四章 讲到这个 我们 这个 需要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对 我们不是单靠食物 但是也是 需要食物 我们一方面需要什么话 我们有 熟灵的追求 话语的追求 但也需要有实际的 生活的需要 所以好像 熟世跟熟灵 两方面都要平衡的教导 一方面 我们上次有神医 但一方面 耶稣 耶稣也说 有病的人需要什么 医生 所以也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那包括 卢教福音第十章 讲到 马大跟马利亚 两方面平衡的追求 安静 内在生活的追求 但是马大 事工 外在的 事奉 也是需要的 那 讲到这个 圣灵充满足 更明显的 两方面的平衡 恩赐能力的充满 跟爱的充满 两方面的充满 所以我在讲义里面 列了大概十二点 都是关于一个平衡方面的 所以希望我们在 讲到的时候 在教导的时候 我们常常能够 有一个平衡的教导 不是单单只是强的某一方面 包括提报在后书第四章 操练身体跟操练敬钱 两方面的平衡 雅各书第一章 讲到听道跟行道 两方面的平衡 好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去读这些经文 跟特别的说明 但是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 从这个角度 正反 或者说两方面 的一个平衡的教导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其中一部分 所以事件来架构 以地方来架构 以好像正反的 这样一个同时平衡的一个教导的架构 信心的重要 行为的重要 我们 这个追求敬钱 追求操练身体 入室 出室 这些都是一些平衡的观念 我们要爱神 同时要爱人 爱你的家庭 爱你的儿女 什么的平衡 就是说只能用一个角度 做一个讲章 我现在用不同的角度 来做不同的讲章 所以正反平衡 是用这个方法来做你一个的讲章 你就不要用事件 事件又是另外一个 地方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对了 对了 不同的方法来做不同的讲章 你要看你情况 最好是能够在一次讲章里面 同时带出一个强烈的对比 就是正反两方面 他就说 称义是因着行为的照了 同时最好 可以放不同的重量 但我们可以讲 孰灵其实是最重要的 追求敬钱 God in life 最重要的 但是不要忽略了我们的身体 这个生活上 这些的 实际的需要 也不能忽略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给预了 我们时间刚刚好 我和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好 我们在分享之前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清晨的时候 呼召我们来到你的神宝座面前 主就求你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中间 来带领我们能够遇见你 也来帮助你软弱的仆人 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 祝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 就求你将这种能力 刺透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拦阻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也求主来 特别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能够让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来仰望 寻求你的面 就必寻找 主你的名是何等的可畏 愿主你来在我们中间 来帮助我们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非常开心 也很紧张 我们打开圣经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六章 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 经常记者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 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因为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也不防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即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小心了人呢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呢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自由 这段经文呢 明显呢 就讲到了一个主题 就是讲到了一个忧虑 这是耶稣 关于忧虑的一个教导 那这让我想起 有一个小故事 是这样讲 就是说 有一个老人家 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呢 是卖散的 小儿子是卖盐的 然后呢 下雨的时候呢 这个老太太就很高兴 她为大儿子高兴 但是她却很担忧小儿子 因为下雨了 大儿子的伞可以卖得很好 但是小儿子的盐 就不好卖她返潮了 然而不下雨呢 她就因为小儿子高兴 为大儿子不开心 因为不下雨了 大家都不买伞了 所以这一个小故事呢 就无形中让我们看到 人的忧虑是没有止境的 也都是时刻都存在的 我们处在任何环境下 顺境逆境 我们看到忧虑无时无刻的 它都在我们身边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先明白一下 到底什么才是忧虑 也就是说忧虑的一个定义 然后忧虑的定义呢 就是在字典里 也可以这样查到说 它是指忧愁思虑 是一种忧愁和担心 其实简单的说 不要这么文终终的来说 简单说一个字 就是愁 三个字就是怎么办 然后呢 我们看到 那这个忧虑既然是 大家都很明白 也很形象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耶稣在这里讲的很明显 第一句他就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 忧虑很明显 它是从哪里来 就是吃喝住行 其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 物质的世界 物质的享受 那然而呢 我们所知道的上帝是肯定知道的 我们所 我们所需要的上帝肯定是知道的 然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忧虑 从哪里来 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许觉得 我们并没有感到忧虑 然而耶稣实际的讲到了 忧虑的来源 因为在讲这段话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以上的经文 就是从十九节开始 其实就是讲到了一个财宝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然后呢 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不能侍奉两个主 然后就是拜马门 讲完了这些以后 所以他讲到忧虑的时候 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们 就是有因为有所以 那么这个因为就是讲到了财宝 然后就讲到了关于的忧虑 所以我们的忧虑常常来自于金钱和物质的 就是关于我们实际所需要的 那么就是讲到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我们先来看 为吃什么而忧虑 我们知道吃东西 一方面就是维持我们肉体的一个生命 这是有些人处在温饱线上 他会为吃喝忧虑 另一方面就是处在一种 味觉的一种享受 很多的人 就会为他们自己的那种 更好的去享受 更好的去得到而感到忧虑 然后呢 也会忧虑他们的身体是否健康 也会忧虑他们是否抓到 更多自己想要的 不过实际的需要而忧虑 也为身体的享受而忧虑 是一种担忧 那么还有 为穿什么而忧虑 我们知道穿衣服 是给别人看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穿得漂亮一点 别人就说 穿得很漂亮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关乎自己冷暖的 那么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忧虑也很明显 有很多的人都是外 外在的一种荣誉地位 还有职位权威 然后还有他自己的发展方向啊 职场的发展啊 等等都有诸多的忧虑 我们大家上过班 都有这样的体会啊 在单位当中 在同事之间 真的是 很多的这种外在的追求和担心 然后呢 也有内在的自我的这样一个忧虑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寻找一种自我肯定 然后寻找一种内心的温暖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一种忧虑 或者是说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 或者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感受 那么总结起来 就是有虚荣的外在的忧虑 也有虚荣的内在的忧虑 那么忧虑呢 是关于未来的每一件事 我们并不会为过去的事忧虑 肯定是为未来的每一件事 让我们不放心 这就是讲到了 就是十足亚当犯罪 堕落以后 我想那份安全感就不在了 然后我们就没有安全感 借而来的就是恐惧感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才可以让我们真的是无虑 然后呢 让我们比较安全 然后在这个金钱至上的 主义社会当中呢 很多的人也迷失了自己 以为抓住了钱 就可以抓住了一切一样 于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贪官 他们贪了很多的钱 甚至把家里的地板砖 都都底下都是铺上了钱 然后呢 烂掉的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这是一个很很有危机的时代 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看待忧虑呢 那么就是讲到忧虑的枉然 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瘦数增加一刻呢 耶稣说的很明显 说白了这句话就是说 你天天忧虑难道你就会比别人长寿吗 天天忧虑你就能活到 一百岁吗 或者怎么样吗 是的 我们使用思虑并不能让生命增加一刻钟的时间 我们看到实际生活当中 却有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很多人因为过度的思虑 反而减短和缩短了自己的生命的时间 和生活的质量 甚至得了抑郁症忧郁症 然后呢 在网上也查了一下 有专家称说 在自杀的人群当中 有70%到80%的人 都有不同层次的抑郁症 我就在想 他们真的是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而走上自杀的绝境吗 可见不是 有的人的忧虑 有更深层次的 是关于心灵的一种疾病 然而这种忧虑 是对于那种未知的恐惧 对于自己的没有的把握 然而很多的时候 他们就走上了绝境 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可怜的 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小试验 给大家讲这个 是一个心理学家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他要求一群实验者 在周日的晚上呢 把未来七天 就是把下一周所有的烦恼都写在一个纸条上 然后呢 放到一个大型的箱里 那个箱子是烦恼箱 投进去以后呢 到了第三周的星期天 就是再过了一周以后呢 他就在这些所有的实验者面前打开这个箱子 然后呢 就一一的把这纸条拿出来 跟每个成员核对你的烦恼 结果发现什么 其中有九成的烦恼并没有真正发生 然后他又把这些纸条呢 把这个剩下的纸条呢 重新丢到纸箱里 等过了三周 再来寻找解决之道 结果到了那天 他开箱之后呢 他发现那些烦恼也不再是烦恼了 好像这些烦恼都是不存在了 好像不再是他自己困扰他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实验很有趣 也让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 忧虑和烦恼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 所谓的制造麻烦 我想也就是这样了 那就是一般人的忧虑呢 这是一个总结哈 那个专家的总结 他说一般人的忧虑呢 有40%是属于现在的 而92%的忧虑从未发生过的 剩下的8%则是你能轻易应付的 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就很释滑了 忧虑其实它是一个很空洞的 它是一个很空洞的 只要我们能正确的看到忧虑 这就是意识到忧虑的 这样一个伪装的面孔的时候 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何况我们还可以靠着爱我们的主 所以说忧虑的人都是属于枉然 忧虑是属于枉然 正如耶稣所说的 忧虑的人并不能使瘦数增加一刻 忧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只能徒增烦恼 那耶稣也说 说生命难道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吃喝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追求的 那么如何胜过忧虑呢 耶稣也告诉我们如何胜过忧虑 他用了两个很形象的比喻 耶稣特别喜欢用比喻 而且比喻是深入浅出的 那他用了麻雀的比喻 还有野地的百合花 野地的草 那么这两个比喻呢 无形当中就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预备和供养 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 也就是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我们知道吃什么呢 麻雀他吃什么 他不说不中都可以不愁吃 穿什么呢 野地的百合花 不劳苦不仿现 野地的草 一昼一夜都枯干了 然后神都让他有吃的 也会如此的去装饰他 并不会说 哎呀反正你今天长了 你明天就枯干了 费那个事来打扮你干什么呢 没有 神就是如此的装饰了百合花 然后如此的供养了麻雀 何况我们这些有神形象的人呢 岂不是更宝贵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也许很多人都会意识不到 自己在神眼中的地位 意识不到自己做儿女的权柄 在神的眼中像同人一样的宝贵 所以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也常常被触动 因为在我们家呢 我们是姊妹三个 我是老大 然后老大一般都是比较有责任心的 然后都是付出的那种形象 然后家庭也不是特别富裕 然后父母也很辛苦 我就从小没有在父母面前撒娇的这样一个经历 父母也从来不会宠着我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很严厉的管教我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我好像就是觉得 这个世界上多了我也不多 少了我也不少 没有人会关心我 然后家里的人呢 就是老人呢什么的 也觉得是个女孩嘛 然后重男轻女 觉得好像就是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多余 弟弟妹妹呢 他们还比我聪明 比我活不 特别我妹妹 又会说又会唱又会跳 然后弟弟又很聪明 算数什么特别厉害 然后这种经历特别不好 一直伴随着我 然后当我真正信主的时候呢 我是被神的爱触摸的 神说我是你的天父 然后我会看顾保护你 然后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一国都变成新的 不再一样的时候 我说天父 我真的这个父亲的形象 就一下子再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然后我就很奇妙就跪在上帝的面前 就哭啊 痛哭流涕 然后就看到我是上帝最宝贵的女儿 那么既然我是他最宝贵的女儿 我就想虽然我爸妈对我很严厉 但是他们还会给我着想 什么需用什么呀 包括我现在来美国还打电话 你需不需要钱呢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你看肉身的父母尚且这样 何况爱我们的神呢 他会将所有的将最好的都给我们 所以这是一种特别奇妙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所以自从走上扶持道路以来呢 一路上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走过来 不多不少 但从来都不会缺乏的 上帝所爱他所造的一切 人就是神爱的之手 所以唯有相信上帝与投靠他 才能够胜过内心的焦虑与恐慌 他必养育我们 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 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 那么第二点生过忧虑的呢 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耶稣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只有那些没有神的人 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觉得我 我要在这世界上得点什么 我才有安全感 我才不至于被人欺负啊 被人瞧不起啊 被这个世界所抛弃 然后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求的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当知道我们该求的是什么 圣经说你们求也得不到 是因为你们忘求 然后罗马书告诉我们 十四章十七节说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里讲到不在乎吃喝 所以耶稣说你还会吃什么 喝什么而忧虑吗 神的国不在乎这些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然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哪些东西啊 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用的 有哪个哪个人说啊 我信主了 然后我去宣教啊 我做什么事 因为没有钱 神的旨意就被拦阻了 没有的 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全然知道 我们所必须用的我们天父都知道 然而神就是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 物质的需要和享受 不是我们所求的目的 而是神附加的恩典与赏赐 教导我们在求的时候 不能把物质的享受当中我们求告的目的 哎呀主啊你给我这钱啊 我为了买车 为了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真正的目的是把这个钱财摆在第一位 其实你就是拜了骂门 这是耶稣所不喜欢的 那么我记得就是印象挺深的时候 就是我跟加拿认识的时候 然后呢家里就很反对 一个是他们家非常远 另外一点就觉得好像做传闹人也没什么出息 然后呢也也不是很有钱 就是我爸甚至还说 那我闺女嫁给你了 将来住大街上怎么办呢 我们多操心呢 呃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把这种优历就说给加拿 然后他说那段话对我挺触动的 他说 我虽然没有世人引以为好的地位和金钱和身价 但是我是服侍神的 我是神的儿子 特别骄傲 记得说这话的时候 我当我是神的儿子 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 他们是讨饭过日子的 住大街流浪的 哎呦当时听了以后 我想一想 我确实没见过讨饭的牧师 流浪的牧师 甚至在我们教会的牧师特别有钱 住豪宅呢 然后呢 我就觉得特别的感恩 所以呢 这就让我看到 当我们行在神的心意中 为了福音的缘故 愿意服侍神的时候 上帝总不会让我们缺乏 而事实上也证明 我们一路走来的时候 神真的没有让我们缺乏 凡事都有他的预备和带领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都会加给我们了 前提就是要寻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是与吃喝没有关系的 是要寻求神的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是天上的 不是地上的 是内在的 不是外在的 是属灵的 不是属世的 是永远的 不是短暂的 那么最后耶稣也告诉我们 如果胜过忧虑呢 就是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其实很多人就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都不干 我就等着上帝的供应 反正我们生意不能把我饿死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 神也并没有告诉我们 不去劳作 他只告诉我们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不要为明天去忧虑 但是今天 你却要尽上本分 那么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远虑是无穷尽的 不要让远虑成为尽忧 人生路上有很多 无数的异站可以歇脚 有的包袱 你是到时候你再去背 不要把所有的包袱 都今天背了 也不要说 神啊 你试图把今天 所有问题都解决 我以后所需要的钱啊 什么 都今天给我 没有 神说 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他希望我们每天 对他的依靠和寻求 希望我们今天 对他的仰望 我们每天都与他亲近 这是神的一个美好的心意 是为父的心肠 优子妹 我们真的是 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 都打包 让神给我们解决 但是我们可以 把所有的忧虑 都打包 谢给神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那里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我想人之所以忧虑 是因为我们害怕明天 因为人对未知的事情 都比较恐惧 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把握好 然而我们的神 早已经在那里 我看楼下有个 那个一张纸 上面写的 很多的话语 很好 就这句 而神已经在你的明天了 你不要忧虑 因为他 他在那里 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你所需要的一切 你今天所走的 无非是走到神的面前 去领受他的预备 和恩典而已 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忧虑 你放不下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现在你来问一下自己 你还有忧虑吗 也许有的忧虑 你都不知道 人有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就已经上火了 就不知不觉的 就好像已经在担心了 所以你还在为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而忧虑吗 我们来一起闭上眼睛 邀请弟兄姊妹 一起来闭上眼睛 求圣灵查验我们内心的担忧 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 隐而未现的忧虑 并且帮助我们去挪去它 让我们所思想的 不再是外邦人所求的 而是与神的国 神的义有份的 我们担忧的 也是与圣灵一起担忧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圣经当中 关于忧虑对我们的教导 使得主 我们很多的时候 都活在忧虑当中 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 都靠着自己 去为自己的明天争取 然而主 我们看到 这是多么枉然的一件事情 主啊 若是没有你 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枉然 生命都是枉然 何况吃喝呢 主啊 就求你的真理 赐入到我们的生命中 来帮助我们 能够扎根建造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 看到我们生活 还有各方面 都是不再值得忧虑的 因为神 你会为我们预备一切 因为你看我们 是最为宝贵的 主啊 今天 我们就邀请你 卸取我们一切的忧虑 全然的卸给你 因为你担当了 我们一切的忧患 没有一个重担 耶稣是不能背负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是不能承受 主啊 你都为我们担当 主就求你得着我们的心 得着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 不一样的生命 活出一个满有圣灵中喜乐的生命 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感谢神玉雷的 胜过忧虑 是个非常好的解禁式的讲章 从这个忧虑的定义 忧虑的来源 忧虑的枉然 然后如何胜过忧虑 你发现每一个分题 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就是忧虑的问题 所以从他的引言 讲到这个 一个母亲有两个儿子 一个卖伞 一个卖盐巴 这个母亲总是会有忧虑 下雨也高兴 也忧虑 所以好像忧虑 就是才能随着我们 然后他对忧虑的定义 他有来源 讲到人 就是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 物质的东西 一些虚荣的东西 其实也是 官府到金钱上的忧虑 没有安全感等等 非常好的一个解禁跟分析 然后提到这个忧虑的枉然 也是分享得很好 讲到这个忧虑的伤子 把这个忧虑放进去 一个礼拜之后 拿出来发现 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发生的 多余的忧虑等等 那么最后讲到 如何胜过忧虑 信神的供应 看到这个野地的白荷花 天上的麻雀 神都那么的爱他们 眷顾他们 何况是我们的 我们比这些更宝贵 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所以玉蕾也讲了他的见证 从小的一些经历 做大姐 好像被忧虑了 没有体会到父母的爱 但是当他信主之后 体会到天父的爱 看到天父是那么的真爱 他是天父的宝贝的女儿 是非常好的一些 生命的见证跟经历 然后讲到先求神的国 跟神的义 这些东西神供应我们 所以他也用了 他一个小小的见证 讲到他跟嘉兰的交往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 这些都是很感动的见证 然后到最后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所以非常丰富 内容的一个解经 试经师的讲章 所以非常非常好 他的语调 他的整个的表达 都非常的自然 那唯一就是 我不太鼓励 我们传道人用个laptop 挡在中间 要给人有一个 有种好像 隔在中间的感觉 所以或许你真的用laptop 或许放在旁边 但其实我尽量鼓励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指头 把你重要的大纲 重点写在个指头上 那么就给人感觉 你不是在描那个电脑 然后就是 轻轻一看一下 你那个小抄就可以了 就让人感觉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 挡在你在会众当中 但是就是说 我发现你大部分的内容 都背起来 非常好 那么 你也常常引用了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很奇妙 上两个礼拜 百灵也用了这个经文 就是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 很重要的这个经文 公义和平 圣灵中的喜乐 那你也引用了 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 把忧虑卸给神 那么你用了一个 很好的描写 就是把你的忧虑 打包 这是很好的描写 第一些原文就是 把忧虑打包 整个扔给神 不是单单卸给神 是丢给神的意思 所以非常好的一些观察 好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看看同学 有些什么的feedback 非常好的一个 诗经学的奖章 好 好 嗯 感谢您的观察 感谢您的观察